召唤 你们说我这打着打着一不小心要打到王者了打着 没那么不小心嘛那可能就一不小心就就上王者了也不一定其实我觉得我状态不错真的 长剑两红 交船吗 不交传送啊你知道前期不交传送你有多伤前期不交传送 这得掉多少个兵 一级刀锋 赶紧退 因为他有可能去支援艾克 我的天哪 为啥你死了呀 没补着 这不坏菜了吗 我跟你们说直接让我们的节奏断了 本来啊这边刀锋 可以玩不了的 如果他这么跟我们对线的话可以让他玩不了 帅啊 帅啊兄弟 花里护操 没事兵线往我这边推来 他难受死我跟你们 我能让他难受死 我们家打野现在在上半段我能让他玩不了 他打野走了 那我们还是不要太休刚 现在我们优势已经很大了 这边兵吃完直接比他多一级半 难道没有 半级吧 半级 他马上死了 没所没用因为他没有闪 嗯 我现在想杀的就杀的 我的回合 是不是有人 可能有人啊 小心点 我先不跟他打我们先升个六级 不急 你呢 我操 我操 假虎也打呀 啊 啊 这是非同凡想啊 艾克有点肥呀,六分钟卢等了 我叫我装一手假猴你知道吧,他怎么假猴也打呀 他没开扫描啊,怎么开扫描了呢 我差一个兵六,要不然这边疯傻了 要是差一个兵六 我差一个跟头,能翻十分八点 我杀一波卡塔丁,但是我用了双招 我来个刀锋是玩不了的,你知道 还是单杀线上的会比较好我感觉 你去杀别人虽然也能拿到钱嘛 但是优势扩大的不够多 我来个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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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這個鬼就慘了個眼 不打 打不了 刀锋这种英雄啊 他一旦 又了 有大招 想跟他打 必须得有大 没有大 打不了 等一等 先假装打不够的 他这边蓝不够用 有一个饼干 没有用 但我回头走了 下边在杀他吧 他应该是走了 下波可以打 好 这波可以打 刀锋上来直接干的 我们的装备会比的好一点 一本 there 这就是我自己的本事 這次的攻擊 咳咳 殺死人了 那個技能放滿 打死人了 這能行嗎 好了 說不可以 咳咳咳 抬出仇人了 卡片 打死人了 卡片 把他打死 他把他打死 打死人了 退了吧他可能有船 其实这把刀锋本来是应该是崩的 就有一波那艾特过来以后吧 把战局给改变了 哎好卡 我决定硬拆这个塔皮试一试啊 死完以后正好回家出一个黑气 我把这塔皮给他硬吃下来 上好兵线往回推我们上下直接吃那边经验 一点问题没有 就是跑的薛威是有点慢的 就在这边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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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收个人头 不错 在这等一会儿 我算不了他 算了 给他下完了 什么时候出三项 在急顺的情况下出三项 他没带传送吗 他带传送了 他能把他放了 没带传送了 无敌了 回家出装呗 这艾克尔杀了十一个呀 他咋杀这么多人 他没带传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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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加黑切 不行 太贵了 而且伤害不太够 生存能力也差点 就是多减息地 那10点减息地就算了吧 差了这艾克这么懵 用一手边有胆量啊 他怎么知道我没在这呢 哎呀 我的银头也给他了 700块钱呢 我的银头700块钱呢 艾克那么那么爽 往下走一会儿 我来了 瞬干爆炸 550块 中路死了 可以结束 一边一换 我们家随时ADC玩的都不错 刀锋活了 刀锋活了 抠一下得了 艾克才550 太离谱了 不离谱 他们家烈士角是他 他550 走 这不能打了 这才打人来了 这才打人来了 我这个宣告 其实你们在玩的时候啊 如果能20分钟做出来两件套 基本上就无敌了 这个艾克虽然他杀了15个 但是他也其实也就两件套 三件套 三件套吧 三件套 EJ给我挂开 我要一圈 不行不能上 队友没在啊 刀锋要他带吧 我们没传送 不是吧 要打大龙啊 艾克死了可以 杀EJ A死的 龙回头 龙拿下 这多少个轮 来死 卡刹丁好像有点下 你就给我刮啥 这边来个秒秒吧 上一边把闪用了 拿一条小龙 他们家的艾克吧其实挺难受 上单132 中单074 ADC075 辅助0711 那银头全他一个人拿 而我们家的全部都是728666969532都是我们都是平均 他的都一个人拿他只要自己不s 他就完了 他自己一个人拿银头呢 导致的就是什么呢 导致的他就是有点修钢 没有这送来啥事 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